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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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可以不吃 話不能不說 小編花很多忙中來插播 韓國演藝圈競爭激烈 近幾年端裝漂亮氣質好的女明星已經不夠看 夠真夠ㄎ夠瘋狂 才是全粉的王道 今天小編就來介紹五位在韓國人氣爆棚的超時控女明星 他們不僅能把國民MC留在襲避風 更有緊緊抓住海內外粉絲的超強魅力 韓國原祖女團出生的李孝麗 由內而外散發出來的野性美 讓她站穩韓國代表的性感icon 今年已經42歲的李孝麗 跨足綜藝圈依舊相當活躍 近幾年透過孝麗家民宿 玩什麼好呢等節目展現自然率真的性格 不但完全不在意以素顏入境 更經常語出驚人 日前她受到好友REN的邀請 到她的公司為培訓中的新生代男團延收評價 原本想來個震撼教育 沒想到李孝麗竟然當面對弟弟們說 多去夜店多談戀愛才能唱出愛情的感覺啊 讓坐在一旁的人當場傻眼立刻阻止說 不準不準用想像的就好 口無遮攔的發言經常惹出不少笑料 這也是孝麗有膩超成粉的自然魅力 Honeyman的幸運擔當聳智笑 不僅擁有天然高顏值還有令人羨慕的完美身材 集結所有女神條件於一身的她卻沒有半點偶像包袱 相比智笑在成名作公野蠻王妃裡的內斂優雅 大家還是對她在REN裡的萌智形象最印象深刻 為了完成任務 智笑經常在節目上做出不計形象的舉動 甚至和來賓大打出手笑逢全場 還因此被關上不良智笑的封號 近期她也一改一望甜美的戲路 出演韓劇《來魔女食堂》吧 用超細菁的造型和演技完美全是毒蛇美魔女 從她霸氣又銳利的眼神中 似乎也隱約看得到一絲不良自笑的影子喔 韓裔美籍的陽太饒舌歌手Jesse 近幾年在保守的韓國社會 掀起一場強勢姐姐的風潮 還在玩什麼好呢 節目中和玉姐系偶像李孝麗 華沙以及炎正化 組成沒人敢惹的超霸氣女團 退貨遠征隊 第一次見到豪爽不羈的Jesse 可能會覺得她有點沒禮貌 但看久了反而會被這傻大姐般的 帥真可愛熏熏吸引 而Jesse敢說敢做的個性 也經常讓身旁的藝人為她捏一把冷炭 就連越人無數的國民MC劉在喜 也對她束手無策 只能苦笑著說Jesse是無法控制的 只能放任她才行 Jesse的失控還有在拍攝第六感時 在男來賓的面前 和其他女明星大料罩杯尺寸 甚至伸手摸坐在一旁的娜拉的胸部 她也曾在自己的訪談節目中 突然捧胸嚇壞導演組 和在IG上大曬和炫牙臉埋胸的臘罩 不令展現豐滿的好身材 不過她也大方承認自己有整形和龍乳 超豪放又無厘頭的作風 讓她成功在韓國演藝圈 闖出自己的一條路 在Ronyman和第六感中表現活躍的陳昭敏 近幾年靠綜藝長了不少粉絲 雖然是Ronyman後期加入的成員 但因為瘋子行徑還有戀愛體質 受到許多觀眾喜愛 更有女版李光珠的封號 她經常會在鏡頭前瘋狂熱舞 進行身體搞笑 雖然本業是演員 卻充滿綜藝細胞 陳昭敏也是第六感的固定班底 屋裡頭又話多的個性 再配上失控的Jesse 經常讓劉戴希無法招架 大喊好想辭職 一起在第六感中逼風流在席的瘋狂成員 還有從女團Loveless出生的李美珠 美珠擁有冰山美人的外型 卻以瘋子個性爆紅 連經紀公司都直接放棄經營偶像形象 讓她放飛自我 反而已讀書一個的搞笑魅力 征服韓國綜藝圈 美珠最著名的就是她的上班路妖精稱號 在前往表演舞台的路上 停下來讓媒體拍照時的她 總是有千奇百怪的浮誇Post 逗樂現場的粉絲 身為對內主舞的美珠 參加節目宣傳時總會全力以赴 在Running Man玩遊戲時 突然即興大跳星星舞 連髮片都被拆下來當熱舞道具 超失控的行徑笑凡成場 在認識的哥哥中 她也突然抱走大跳BTS的I NEJU 聯絡腹肌的舞蹈Point都完美還原 從此獲得霸走Queen的稱號 真的很失控啊 看完今天的盤點 快留言告訴小編女 你最喜歡哪一位瘋女人呢? 小編話很多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